截至今年的4月10日 湖北以累计进行的核酸检测 达到了4954万余人次 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1069万剂次 湖北至去年3月18日首次清零 5月18日再次清零以来 已经11个月没有再发生一例新增本土病例 今天的武汉健康安全